约瑟做了一梦 告诉他哥哥们 他们就越发恨他 他的哥哥们回答说 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 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叶瑟的单纯与坦诚 将所见的和所做的梦 都告诉了父亲和哥哥们 结果哥哥们越发恨他 可是雅各同样听了叶瑟所说的 也仅是既已应有的责备 圣经进一步说 雅各将叶瑟所讲述的这些话 存在心里 雅各与叶瑟的哥哥们的反应 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关键就在于爱 有了爱情人眼里出西施 对方所做的一切都看得很顺眼 没有了爱 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丑陋 让人厌恶的一面 正如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 爸爸无条件的接纳 在外挥霍善尽家产的小儿子 并为他的归来大肆庆祝 因为他对这孩子有爱 在爱中他看见归家的是儿子 不是浪子 然而哥哥无法接受弟弟的归来 也无法认同爸爸为弟弟所做的 甚至跟爸爸争论 这是因为哥哥对弟弟没有爱 一位没有爱 他看见的不是弟弟 他看见的是浪子 所以每每心里老是充满怨气 口中满是怨缘 甚至所发出来的是苦毒的话 蒙心自问 我们是否已将那起初的爱心 给失落了呢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吩咐我们要从事 起初失落了的爱心 不仅是对你的爱 也是对爸妈的爱 对孩子的爱 对丈夫 对妻子的爱 甚至是对灵舍的爱 即那些被看为不可爱的 你是爱的源头 我要住在你里面 好让我能以你的爱的眼睛 去看每一个人 我才能体验你心中 充满着怜悯与慈悲 是何等的浩大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